她是90年代天王歌手,穷困潦倒时娶了同龄杨夕,如今老婆摆发苍苍两人像母子,没想到她现在竟是这样对她的。 说起周华健,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,她影响了一代人,她的歌曲一直被传唱至今,称为不变的经典。 且周华健成名之后一直没有绯闻,因其实力的唱功和天王般的人气而获得国民歌王,天王杀手之美誉。 是20世纪9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华人歌手。 82年,京学长隐见到市林民歌西餐厅唱歌,出世演唱生涯。 后又进入滚石打杂,84年与林良月,前最新推出音乐合级《民歌三人行》,创作并发表单曲《谁曾说过》。 但表现不佳,88年,发行专辑《我付出我的真爱,我实现我的梦》创纪录的销售成绩,至此站稳实力派歌手位置。 89年创作《这城市有爱》,90年写下《亲亲我的宝贝》,我愿意去等两首代表作。 后又陆续创作《刀剑如梦》,《英雄类》,《爱相随》,《朋友》,《花心》。 《最近比较烦》,《花花世界》,《我是明星》,《妙手空空》等等经典之作。 06年在上海举办了《华检20周年演唱会》,08年参与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和闭幕式的演出。 并与罗大佑、李宗盛、张震乐组成纵冠线、乐团,共同创作乐团专辑《全线通车》。 10年与罗大佑、李宗盛同时入围中国原创音乐流行榜最高音乐成就奖。 感情方面周华健是个很专一的男人,他的妻子康子兰是美国人。 85年认识了周华健,当时的周华健还是一个著唱歌手,正是穷困潦倒的时候。 而康子兰则是拥有西班牙艺术学和文学双学式学位的美国姑娘。 但美国姑娘还是深深地爱上了华健,她们还是同年同月同日生。 86年俩人举办了简单的婚礼,由于经济原因他们连请客吃饭的钱也掏不出。 租来的酒公寓里没有一件香养家具,晚上也只能将就住睡地板上。 周华健暗暗暗示要呵护这个女孩一辈子。婚后欲有一子一女。 周华健的幸运也从结婚开始,事业越走越宽成一代巨星。 走过风雨三十多年,她的妻子一直在身后默默地支持她。 现如今周华健还是一如既往地对待妻子,是个十足的好丈夫好父亲,恩爱有家幸福满满。 但岁月不饶人妻子已然满头白发,希望她们能白头到老。 即使老婆已经年华老去,白发苍苍,可是周华健依然很爱她,让人好羡慕她们的感情啊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